就在北约峰会召开的时候 社交媒体疯传消息 指93岁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驾崩 在王室发文澄清 驳斥传门之后 英女王星期二在白金汉宫接待了北约盟国领袖 女王看起来精神抖擞 粉碎了驾崩的假消息 英女王和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储夫妇 星期二下午热切地接待了各国的领袖 在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抗力的时候 更是有说有笑 英国《每日邮报》就报道 有瓦西群组疯传消息 指英女王星期日因为心脏病发逝世 白金汉宫随后澄清 女王的精神很好 身体安康 王室事务一切如常